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做一節 國情分析 話說 就是 內地繼續流傳 在政治局常委裏面 有五個人最少 支持 國務院 最新推出的 就是一項舊經濟政策 國務院 最近通過了一項舊不準 的政策 這件事 就跟 清零派 習近平為首 所說的內容 可以說得上 是徹底相反 不其然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現在中國內地國務院是不是已經從內地獨立了出去呢 為甚麼國務院做的事 跟中南海 好像 徹底相反 明明早前 才是習近平出來說 要堅持這個清零的鬥爭 但是為甚麼 國務院在這個時候 又能夠推出 九項不準的政策呢 我們一再分析中南海的局勢正在變化 我們也說得很清楚 我們 對於中共 不利的消息 我們全部 都會去討論 都會報導 都會加以分析 如果在我們 分析的途中 能夠使得中共更加不穩定 這個絕對是bonus 意外收穫 所以我們絕對 不會介意 就是在報導中共的內鬥的時候 對中共的政權穩定性 產生任何的影響 所以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開宗明義 對中共不利的東西 我們全部都會報導 倒轉 如果我說的話 反而你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所有覺得會動搖到中共的新聞 我都不報導 要小心 做好fact check 先不要亂報啊 影響到他們就不要啦 如果你覺得 這樣的說法 你覺得到底我在支持中共 還是在反對中共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 任何對他不利的東西我們都要說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你 真的覺得 不要啊 你先檢查清楚一點 你告訴我 你怎麼可以檢查到中共的權鬥呢 你真的要告訴我 這是第一 第二 你這麼擔心 報導中共的權鬥會影響到誰呢 你不要真的跟我說怕會影響到中共 如果你那麼怕會影響到中共 到底你是不是在支持中共呢 所以 我們的論述很清楚 建基於上述的幾點 任何對於中南海 局勢能夠構成不穩定 的所有消息 包括未經證實的消息 小道流傳的消息 任何關於政變的消息 我們全部 都會報導 亦都會作出加以分析 我們這節繼續研究到底國務院九不準政策 代表了甚麼 根據大紀元時報 亦都有節目主持分析了相關的情況 他用一個字眼叫做習李雙頭蛇 認為雙頭蛇 會持續到 二十大 我們會有主觀的推測 我們主觀地認為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太過保守 實際上 能夠在今時今日 推出 苟不准政策 證明這件事 就是針對著 習近平的政治鬥爭 早前也跟大家說過了 習近平發表講話的時候 清零的鬥爭 是政治鬥爭 是要堅持到底的 現在 九不準政策 很明顯 正正就是 清零方針 最大的敵人 根據習近平自己所說 實際上 國務院推出的九不準政策 根本就是習近平口中的政治阻力 是需要鬥爭的對象 所以 你說 中共沒有鬥爭 就有問題了 連習近平自己的講話 都承認 任何制止清零政策的人 的論調 任何制止清零政策的人 就是鬥爭的對象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 就是會用盡一切可行的方式 當然在能力範圍之內 就是 以 希望中共倒台作為目標 所以你聽新聞之餘 聽分析之餘 還是跟我們一起 精神上共同進退 所以 請支持一下我們 不是Hard Sale 真的需要你支持 經濟能力許好的朋友 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其他朋友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訂閱了我們Patreon的朋友 也請你運用免費模式 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真的不多 所以 我是有充分理由 每一節都要叫你做 因為我真的認為 不算是很大的付出 如果你可以付出多一點 當然是更好 但是你付出多一點 我不是叫你 銀包付出多一點給我們 我是希望大家 多一點參與 和光復香港相關的事項 其中一項就是 不交Patreon也不要緊 留一點錢 如果你留在香港 請大家預備安裝 這個翻牆軟件 因為我們再一次判斷和分析 香港總會有一天 說不是很遠 可能是一兩年之內 就會 分階段進行 封網 所以Youtube是有機會 在香港被迫離開這個市場 這件事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們誠意邀請 就是去安裝 付費的VPN 因為VPN 你不用付費的 速度會非常慢 不說那麼遠 回來繼續說 國務院的九不準 九不準政策 剛剛公佈 大陸媒體界面新聞報導 除了前往北京 上海 深圳需要提交 核酸證明之外 很多省市 都是要自行取消 對核酸證明的要求 這件事顯示出 就是 習近平的清零鬥爭 以及李克強 國務院的九不準政策 當九不準政策 一推出的時候 這個就已經不再全文那麼簡單了 當然 如果你真的問我 我也覺得 習近平是未被拿下的 其實我認為這個 就是小道消息來的 但是 對習近平不穩的東西 我們當然會多說一些 因為對中共不穩 如果說完之後 他需要 覺得需要出來澄清 尤其是習近平本人要出來澄清的話 我們 是非常之歡迎 所以我們絕對會繼續說 相關的內容 九不準的內容就是 如下 不準隨意 將限制 出行的範圍由中 高風險地區 擴大到其他地區 不準對來自低風險地區的人員 採取 強制勸返 隔離等限制措施 第三點就是 不準隨意延長中高風險地區 以及風控區 管控區的管控時間 第四 不準隨意擴大採取隔離 管控措施 的風險人員範圍 第五 不準隨意延長風險人員的隔離 以及健康監測的時間 不準隨意 用疫情防疫為理由 拒絕 緊急 危急 病重以及需要 規律性診療的患者提供醫療服務 不準對 符合條件 離校反鄉 高校學生 採取隔離措施 不準隨意設置防疫檢查點 限制符合條件 客人 貨車司機 乘客人員 最後一點就是 不準隨意關閉 低風險地區保障正常生活的場所 你會發現 全部九點 都是針對性的一個字眼 那個叫做隨意 從那個九不準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九不準政策 很明顯就是針對著 那些所謂防疫 隔離 檢控 隔離時間 操控的行為 全部 都是存在著 就是一個隨意性 這個我們一直都在說 就是 上有政策 下面那班人各自各賺錢 習近平 為首的清零派 推出清零政策 令到下面 有一大堆人在防疫 發大財 這個我們在兩三個月之前 就已經在節目那裏說了 而現在 這一班 防疫發大財的清零派 正在 一個 又一個 被清算 所以你可以清楚看到 就是現在 就是 有人或者有力量 就是對準著這些 就是在執行著所謂 就是隨意清零的人 而執行隨意清零的人 你從任何一個角度去看 清零派 都是屬於習近平的勢力 所以 即使 習近平 沒有立即被拿下也好 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政治鬥爭 每一樣東西 都是針對著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大家也不要忘記 中共是一個什麼組織呢 中共 不是香港政府 不是英國政府 他們是不存在 權力互相制衡的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現在絕對不是一個制度性 的權力互相制衡 這件事對一個獨裁政府來說 是絕對不存在的 簡單一點來說 其實習近平和李克強 現在的鬥法 一定是一場生死鬥爭來的 如果你覺得他們只不過 純粹是 政策互相制衡 好像 上議院 下議院 或者 參議院 和政府的關係 這樣的看法 一定是錯誤 你反問幾個問題 除了客觀判斷 你當然要做主觀分析 你問自己一個問題 到底是什麼人 給了 膽 這個國務院 和李克強呢 這個問題 這個答案 才是真真正正去推測到底現在 就是上面發生了什麼事 段估李克強 不會蠢到 在沒有任何support 的情況之下 自己獨斷獨行 去做這件事 所以 消息的傳出 正正就是中南海裏面的常委 支持國務院這個九不准政策 這個消息 傳出來說支持這項政策的 包括栗戰書 汪洋 王滬寧 還有趙樂際 以及韓正 這個 政治局常委的人物 大家應該都熟悉了 大家的問題都在那裏了 到底 真真正正 支持國務院去做這件事 要做到一個什麼地步 李克強才敢這樣去馬呢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就是相關的人士掌握了某一種 武力在手 如果不是有足夠的武力 作為一個底牌 你夠不夠膽去推出一個 擺明居馬和習近平鬥爭的路線出來呢 我相信大家 對於這件事 能夠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我們這一節暫時跟大家分析到這裏了 也有個值得來講的 兒子 我第一次右下 有一個 隨便 感谢观看